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 数据显示山东精准失策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成果 主要指标运行平稳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上半年山东生产总值41717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.6%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值1.1个百分点 一二三产增加值分别为2884亿元 16643亿元和22190亿元 同比增长5.3% 3.4%和3.5% 坚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经济运行稳定性和抗风险 抗冲击能力不断增强 高质量发展潜力不断释放 稳中向好 尽中提制的良好态势 都到了保持 分产业看 一是农业生产稳定 上半年农林牧鱼业实现总产值5163.8亿元 同比增长5.4% 夏凉总产达2641.6万吨 增长0.2% 连续四年稳定在2500万吨以上 蔬菜总产量达3976万吨 增长4.9% 二是工业生产齐稳回升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.8%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5.5% 高于规模以上工业10.7个百分点 三是服务业稳步增长 一至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5274.9亿元 同比增长18.2% 创新运行实时监测 政策集成供给 跟踪督导落实工作机制 三轮连线十六市 一市一测分类指导 研究制定务实举措 细化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 90项具体任务 动态推出4批政策清单 共284项政策 上半年全省累计退税减税缓税降费 约1958亿元 其中完成增值税留底退税1408亿元 从增长动力看 上半年山东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464.9亿元 其中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93.1亿元 同比增长4.3% 汽车家电销售额 同比分别增长29.9% 32.4% 线上消费快速发展 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同比增长14.9% 投资方面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7.5% 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6.7% 工业基改投资增长9% 围绕着汽车家电 餐饮这些板块 整合商协会金融机构 生产流通和电商平台的促销资源 叠加打折换新 红包这些让利的优惠 一共举办了77场的主题消费活动 在民生领域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上半年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61.8万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129元 同比名义增长4.5%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快于城市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温和 同比上涨1.4% 总的看来 上半年国际环境复杂演变 国内疫情冲击等超预期因素 对短期经济 的确形成了一定下行压力 全省上下乘着应对 精准施测 积极作为 取得了来自不易的成绩 为全年经济稳定运行 奠定了建设基础